我们持续带您来掌握位在万华的第一果菜市场的最新状况 可以看到门口是有工作人员准备帮大家量体温并且看身份证 然后在我的另外一边也是有工作人员甚至有警方要核对摊伤的阴性证明 那其实依照台北市政府的规划 北农的人员他们拿到了阴性证明之后是要去注射疫苗的 那来避免群聚感染继续的扩散 但是问题是承销商就说了 如果说他们一家承销商里面其实是有几位 而且像是有亲戚朋友家人来帮忙的话 他们没有注册的人员是打不到疫苗的 但是明明他们都在同个地方工作都会来北农工作 那这样子是不是一个破口呢 我们也访问到了承销商带您来看 我妈我妈来帮忙的话 我妈就是目前就是没有办法打到 现在就是有需要的人先打 没有需要的人就是先暂时不用 这是无所谓 比较麻烦 他们都规定规矩的东西很多 里面的工作员工都照理都可以 照理都可以 要先登记 那一点名有几个 不多 我们也听到承销商表示说 确实是有要登记的人才有疫苗可以打 那像是其中一位承销商他其实是妈妈会跟他一起工作 但是他可以打疫苗 妈妈就不能 那但是承销商也表示说这个疫苗还是先留给需要的人 只是现在要来防堵北农的群聚感染在扩散 那寄出打疫苗的策略 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打得到 也被质疑是不是有黑数的问题 但是我们chio认 kaç 你和威房当中 你